眼睛都瞎了 还能有什么好的 也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幸好还能嫁给永宁侯府 听说你 不满意永宁侯府的亲事 是的 放肆 从来父母之言 媒妁之命 你个贵重女子 怎么敢说这样的话 老爷 你也别生气 四小姐还小呢 她不懂事 又住在庄子里 哪里懂这么多呀 还小 都十四了 小什么小啊 过几天 你去请个嬷嬷来 教一教她规矩 也免得到时候 嫁进永宁侯府去 还落了我们的名头 是是是 我知道了 老爷 您别生气了 四小姐以后 一定会好好的 也是我不好 看着四小姐才回来 又长得这么柔弱 总想着要依她一些 父亲 余小姐说 她和许世子两个 早有情意 让我早点退亲为事 清梦就算跟着你进府 也不过就是个贵妾 高看她一眼 就是个平气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就算是嫁进了 永宁侯府 也拴不住 永宁侯世子的心 哎 还不如啊 和于清梦一起 有她帮衬着你 你只管坐稳 正妻的位置就行了 这至于她之前说的话呀 不过是女孩子 嫉妒的心思罢了 当不得真的 啊 一心一意的站在 于清梦身边不说 还想着怎么践踏我的尊严 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自卑 孤僻的曲莫影 说不定因为这几句话 一时就想不开 是不是岳府得罪了你 你之前 住在岳府 岳大人怎么会过来啊 如果我现在不在这里 是不是曲大人 就要打前妻留下的孤女了 岳大人怕是看错了 我只是在责打一个 不听话的丫鬟 岳大人今天上门 可有何事啊 不如 随我去书房一去 不必 只是想问问曲大人 为何如此对待前妻孤女 若是曲大人不愿意养着表妹 我们岳氏倒是可以好好地养着表妹的 岳大人 这是我们府上的家事 还是希望岳大人 不要岳祖代跑为好 曲大人 我记得四小姐是我表妹吧 眼下表妹出事 文涵必不会袖手 知道曲大人 因为什么事情对我表妹动怒呢 二老爷逼着我们小姐嫁给永宁侯世子 还说 二夫人的侄女余小姐和永宁侯世子两个在一起很好 说让我们小姐当正妻 余小姐可以当平妻 说 说小姐没用 余小姐才可以抓住永宁侯世子的血 曲大人 居然又是一个当摆设的正妻 是不是又要让我的小姑姑的悲剧重现 给于府的那位什么表小姐让位吗 岳大人 事情如何 也不是一个丫鬟一面之言的吧 啊 难不成岳大人审案子 就只是听人说这么一句 就信以为真了 父亲 我不嫁 余小姐和永宁侯世子两个早有关系 他愿意嫁就他嫁吧 我不嫁 原来永宁侯世子和余小姐两个早就暧昧不清 现在却要拿我的表妹做法子 当个遮羞布 好啊 真好啊 余府上下两代都是打得好算计 果然是一脉相传 岳大人这话我是听不懂了 四小姐猜测的话也能当真 南无城公堂之上都是这么怕暗的 余夫人是想说小姑姑的死跟你没关系了 当初不是你们利用小姑姑来遮掩什么吗 放肆 哼 曲大人 表妹虽然是曲侍女 但也是我们岳侍女拼死生下的 既然这门轻视表妹不愿意 还请曲大人作罢 否则本官倒要查上一查 这位永宁侯世子 是如何在顶着婚约的情况下 跟于氏女就得私情的 他自有父亲管这事 还请岳大人罢手 一个当父亲的 会让自己的女儿给人掩饰私情 曲大人 莫不是这位于小姐 跟曲大人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关系 一个当父亲的 绝对不会让女儿受委屈 但也请岳大人不要胡说呀 与女子清明不好 岳大人既然来了 就先坐下吧 影丫头的事情 的确也当请岳大人一说 多谢太夫人 请太夫人原谅 文涵方才急迫 失了礼仪之罪 永宁侯世子 要纳于府的小姐为妾 此事 我会向永宁侯世子问清楚的 那是最好 如果曲大人没时间 我其实也可以的 这事我还是能办好的 不劳于大人费心 听闻表妹回府了 这以后就在府里住着 文涵放心不下 特意过来看看表妹 打扰太夫人了 表妹不喜欢许黎鹏 许世子喜欢的是于小姐 看重的也是于小姐 于小姐也曾经到我面前说 让我让出情史 否则就只能给她 当表面上的正妻 我不愿意 父亲一定要逼着我嫁过去 说于小姐 可以帮我稳定两家的关系 说我还要谢谢于小姐 甘为我之下 你放心 这事我必然会插手 曲里鹏既然敢跟于府的 内卫有关系 就一定会查到的 如果这样 他们还不愿意退亲 我必然不会放过他 多谢表哥 见过曲伯父 听闻曲伯父回府 特意过府有事相选 世子今天是来退亲的 伯父怎么如此说 小致对贵府四小姐的心意 伯父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 哼 世子既然有心于事你 又何须对曲师你再加以言辞 梁府的亲事就这么断了吧 以往永宁侯府给的礼 我们会一分不少地找出来 送回永宁侯府 曲伯父 这话是怎么说的 我的正妻必然是曲四小姐 曲伯父不必存疑 永宁侯府的亲事 我们高攀不起 世子既然心于于事女 而且还在曲伏跟于事女两个 不必嫌疑的暧昧 就直接娶了就是了 跟我们曲伏无关 曲伏的女儿纵然不好 也不能给人顶了名声 哼 世子 你跟于庆梦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就这样吧 退亲 曲伯父 男子有一红颜知己 并不是正妻 也无碍的吧 曲伯父又何必闹到退亲 这与梁府的名声都不好啊 原来这父亲 可以下见到这个梁府 永宁侯府的亲事 是我做主要退的 哎 母亲 永宁侯府守信 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退亲 眼下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能提出退亲呢 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府上 让人怎么看我 您再看看他这样的 又有哪家愿意娶他 父亲 即便不嫁人 我也不禁永宁侯府 哼 不嫁 难不成 还想我养着你不成 啊 父亲若是不想养 我自会离府 反了 反了 居然敢这么顶撞 老爷 千万别打我们小姐 我们小姐挺弱 打不得 哼 曲侍郎才回京 就如此可待原配嫡女 不知道之前在江南的时候 是不是岳府得罪了你 曲世子 退亲吧 啊 曲不负 来人 请曲世子出去 世子 请吧 曲世子回去之后 就把当初的耕铁回过来 岳文涵说 不退亲 就要查个一清二楚 我相信 曲世子 也是一个聪明的吧 岳文涵插手了 看起来这门情事 的确是退了 一个又扯又瞎的女人 也要退我的亲 凭什么 老爷 青梦怎么办呢 现在青梦怎么办呢 我们跟有宁侯府退亲了 有宁侯府也不会去 青梦当世子夫人的 有宁侯夫人是不会同意的 老爷 哭哭 就知道哭 你还能干点人事吗 啊 让你自己的侄女在府里 跟许丽鹏两个勾搭成奸 还当着满府下人的面 你让我这脸往哪里割 于青梦是你女儿 还是曲梦影是你女儿 啊 老爷 你怎么这么说我呀 这 这怪我吗 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啊 于是 我不管你打的什么心思 但有一点你要知道 影丫头才是我的女儿 你被个外人打她的脸 就是打我的脸 影丫头小的时候 就是你没让人照顾好她 才让她的眼睛成了半瞎子 眼下你居然又闹出这么一出来 于是 你不会真的当我是个蠢的吧 老爷 去哪里啊 去书房 我们当年能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 我的曲亲或者不曲亲 都是早早地算计好 想清楚了的 而且我向来情深 跟许黎鹏能一样 阿兰 阿兰 怎么办 他 他居然一定要退亲 这个怎么办 青梦怎么办呢 二夫人 您也别急 这件事现在闹成这个样子 老爷也是铁了心的要退亲 去退了吧 不行 我不能让青梦这么可怜 他现在只能跟许黎鹏了 永年和夫人又看不上他 当个妾室的他 如果没有一个软弱的正妻 这以后还怎么活呀 就明天 我让人把他骗出去 找人去污了他的名解 看他还嫁不下许黎鹏 夫人 这 这太明显了 太夫人不会放过你的 为了青梦 就算那个老启婆在责罚我又如何 总不能把我给休了吧 有燕儿和明成在 我爱他 夫人 您如果这样 会惹恼岳大人的 您想想以岳大人的手段 于小姐 不只是于小姐 却连我们小姐 可能最后都失了名声啊 可能会连累三小姐的婚事 锦王那边容不得三小姐 这里的名声有亏的 成了 是的 听说吵得特别的厉害 老爷都去书房住了 听说 阿尔夫人在院子里哭得呼天抢地的 真解气 小姐 老奴还大听到 今天三小姐 给永宁侯世子 送了一封信 三小姐 为什么给永宁侯世子献 不会又是帮着他们 出什么坏主意吗 不是 她应当是劝许黎鹏别闹了 最好是娶了于青梦 这样两家都好 特别 是对她更好 于小姐一心想要 嫁过永宁侯世子 眼下不过是一个贵妾的身份敬付 也是她自甘下贱 否则 以她的身份 怎么着也是一个正气 小姐 永宁侯世子要退亲 会拿她做理由吗 不会 那 那她们会找一个什么理由 马上就要我兽蛋之时了 说是等过了这兽蛋再说 总不能突然之间就有了退亲之事 两家好聚好散 也做了这么多年的亲戚了 我兽蛋的时候 她们还会过来 说会来参加祖母的兽蛋 还是以我未婚夫的名头 对 是这么一个说法 你放心 这婚事是必然退了的 就算拖延也没用 好吧 那让她来吧 你父亲今天来给我说 还请了京城的明爵过来 就是那个叫 叫什么的明爵 是蛋爵 唱得特别好的那个 明仙 对 就是明仙 喜福班很难请的 太子殿下又喜欢喜福班的一个武圣 平时啊 喜福班都在太子府上 很少有接外面的喜庆事的 这一次 居然接了我们府上的喜事 实在是难得得很 影丫头 影丫头 她敢 祖母 我就是这么一想 应当不会的 不过 你受担的时候 也小心一些 我会的 你放心 许四小姐满意了 许世子说什么 我没听懂 只是两家现在 既没什么关系了 我跟世子 也应当避避嫌 世子有理了 世子是何意 你设计算计了 清貌 那就这么算了 算计 不是于氏和于清梦一起算计我 于清梦来看好戏的时候 自己被何公子拉入了吗 清梦不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这样的人 其实 已经跟我没有关系 我只是想告诉永宁和世子 在算计别人的时候 别把别人看成一盆花 一棵草 别人也是活的 也有自己的喜好 同样 也告诫世子一句 其实 我就是没看上你 许摩尹 老毁的 曲府的太夫人要过生辰了 没往我们府上 送帖子 爷 曲侍郎府上 怎么敢往您这送帖子呢 嘿嘿 怎么 本王还能吃了他们不成 嘿嘿嘿 自然是不怕王爷吃了他们 可是曲侍郎府上 从来没跟您来往过呀 也不敢往王府送帖子 如果王爷想去 奴才可以让曲侍郎 给王爷送一张过来 不用 本王想去 自然就去了 准备的头面如何了 嘿 呃 也想到那一日 让 呃 刘小姐出面 可是四小姐那天 会很忙的 呃 嘿嘿 那又如何 如果连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 要它何用 是 罗菜一会儿就通知孩子 让他对四小姐说一声 殿下饶命 殿下饶命 给太子送去 就说是本王送的 是 王爷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我居然没死 不但没死 还被云郡王送还给了太子殿下 这是不是代表我现在 就算是云郡王殿下送给太子殿下的礼物了 哼 不错 又是一个春回大地之事 相比起其他地方 这一处的花长得更艳美 太子若是收下了 就留着他的命 是 王爷 太子会喜欢本王送的美人的 本王可是太子的王叔 王叔 很不错 殿下笑得这么开心 这一次倒霉的是谁啊 祖母受担之日 云郡王会来府上 而且还会让我假扮一位眼疾的小姐 陪在他身边 小姐 也是这么说的 这 这怎么行啊 太夫人生辰 小姐自当跟在太夫人身边 就算稍事休息一会儿 也不便再跟在云郡王身边 这会让人发现的 徐东 能不能跟王爷说说这事 小姐到时候走不开的 不行 爷说的话 向来一时一二时二 从来没有人违背过 违背过的人都 都死了 徐东 你跟我说说那位小姐的事 是府国将军的女儿吗 小姐猜得不错 正是一瓶府国将军俯身的 刘大小姐 刘大小姐自出生之后 一直在边关陪着府国将军 身手很不错 有时候 还会跟着府国将军出城杀敌 那一次伤了眼睛之后 就不在外出了 刘大小姐的眼睛伤了 为什么还要来京城 自然是求皇上止婚 止婚 云郡王和刘大小姐的亲事 这个 奴婢实在不值 准备了打扮的东西吗 小姐 都准备好了 用的是围帽 刘大小姐有了眼伤之后 很少出门的 但偶尔出来 用的却是围帽 眼住头脸 刘大小姐的眼睛 到底伤得怎么样 请了什么大夫 看得如何了 刘大小姐伤得如何 奴婢也不清楚 但并不是完全看不见 应当和 和小姐有些像的吧 既如此 就按你们王爷说的做吧 小姐 那许世子那边怎么办 嬷嬷 你先别急 这事你抱了祖母收担那一日 你就顶着许世子 看他靠近谁 或者多注意谁 你再告诉我 你特别注意一下 光露四卿 大女儿段玉香 她的性子 和我之前最像 哎呀 小姐 用宁猴世子和余小姐 实在是够下奸恶毒的 小姐 太夫人寿担 您送什么 绣品 什么 绣品 小姐 您还是换一件吧 不用 就送我上次做的母鹅 我的眼睛终究要好了 祖母受担 送其他的 我也送不出 唯有这母鹅 是一番心意 况且 我有眼疾 别人也知道 做得不好才是对的 小姐 的确也能送这母鹅 小姐 您若是不负这个眼纱 必然是最美的 三小姐一直觉得她美得很 但其实哪有小姐美啊 小姐 莫如我们今天就把这眼纱去了 这么美的小姐 也得让那些一直说小姐又丑又瞎的人看看 哪里丑 哪里瞎了 小姐的眼睛 在太子妃送来的那位先生的看护下 基本上已经好了 为什么还要戴这眼纱 不急 小姐 今天太夫人寿担 我们上点浓烟的颜色可好 不用上 为什么 上点浓烟的颜色 看起来会更喜庆一些 刘大小姐 必然是要图的 小姐 有人盯着我们 什么人 一个丫鬟 看着像是三小姐院子里的 雨春先带小姐去后门 那边有人看着 我去把人弄走 小姐 您过去吧 那边有吉海公公等着 他会安排您的 一会儿进府之后 奴婢再找机会来接您 我们先回去 小姐吩咐我们的事情 可别忘记了 会不会让人发现 发现又怎么样 只说小姐身子不适 先在园里转了转 然后就回了浅月区 至于她被谁打晕的 今天的宾客这么多 谁知道呢 别伤心了 许黎鹏不是说 会给你找一个 暗弱的竹母的吗 先度过这个时机 到时候 再把人给处理了就是 当个妾室 夫妻很生气 再生气又如何 难不成还不当了 听说永宁侯夫人 很不好对付 你自己小心一些才是 现在的民生难听一些 过一段时间 你成了永宁侯 世子夫人 谁还会记得 这样的事情 我怕永宁侯夫人 不会同意 永宁侯夫人 会同意的 只要你生出 许黎鹏的长子 其他的都好说 况且你的身份 又不低 也是官宦之女 如果不是那场意外 谁给他们家做妾啊 永宁侯府 毕竟是破落了一些 于清梦 居然还尚赶着做妾 小姐 锦王方才问起您 问我什么 怎么问的 锦王请您收下 算漂亮 替我多谢锦王 就说我这会儿有课 一会儿没课了 就会过去前面看戏 是 把这盒点心送过去 说是我亲手做的 若锦王殿下又问我 在何处待课 就把这个地方 说给锦王听 是 表姐 你也快走吧 一会儿锦王殿下过来 看到你多有不便 最好我有事要找姑姑 的确也难走了 你也别去找我娘了 我娘现在正忙着 也没有时间招待你 你还是去看看 许黎鹏那里如何了 别到时候 弄出一个母老虎来 那你这辈子 都没有什么指望了 好 那我随便走走 啊 什么 你说是谁 是 是 是云君王殿下 已经进门了 快 快请 许大人 本王跟你一起去 哎 见过云君王 听闻 许大人府上有喜事 本王不请自来 想讨杯水酒和和 不知 是否掏扰许大人 哎呀 王爷能来 实在是大姓氏啊 不知王爷过来 有失远迎 还望王爷恕罪啊 王叔 哦 浅王也在 真是难得 那就一起进去 向曲大人 讨一杯水酒了 是 王叔 这女子是谁 为什么会跟在 云君王的身边 她是谁 心中有哪位小姐 敢靠近 陪云君 这世上 居然有这么俊美的男子 甚至可以称得上美的 比女子更美几分 快 去请二老爷过来说话 这不会就是那个傻星吧 他来干什么 吵架灭门 儿子在外面干了什么 不好的事情 王叔 这位小姐是 府国将军之女 这次回京整理故居的事务 府国将军 特意让本王照顾一下 眼下这是什么情形 难不成 要让父皇给他们赐婚 府国将军 托我带刘小姐出来走走 看看世家大族中 有什么出挑的公子 本王想着 今日来的人不少 就带着刘小姐 过来看看 所以 这是要替刘小姐 选序的意思 不是请父皇 给他们赐婚 还真是简单粗暴 连主人家也不通知 就直接上门来了 看这位小姐 还落落大方的样子 果然不愧是在 边境军中长大的 看着就大起 府国将军的女儿 如果娶了她 我的手里就有了兵权 这接下来和太子 对上的时候 也有了底纪 太子娶的 虽说是季寒月 可偏偏季寒月要死了 而季勇月也要死了 太子时运不济 况且我也不亏 这样的一个女子 纵然有眼疾也无碍的 王叔 可有合适的人选了 我上一世 可真是蠢 太子对我殷勤不已 不过是因为 父亲手中的兵权罢了 就像现在锦王一般 听说我的父亲 长有兵权 锦王的态度 历时清和了起来 兵权 又是兵权 我眼下伴着刘大小姐 跟我前世的处境 还真的有些相像 这位想干什么 我才不相信 她是真的要给 这位刘小姐选序 是想搅乱京中局势 还没选好 先看看吧 本王这次也不急着回去 已经禀报过皇上 打算在京城 住上一段时间 刘大将军 是一平辅国将军 为国效力 眼下又只有 这么一个女儿 王叔一定要找 配得上她的 青年才俊才是 我看刘大小姐 行指之间 落落大方 很有刘大将军的风范 将来必然是一位 端庄得体的正事 还是再看看吧 锦王若是看到好的 也可以提醒一下本王 二老爷 太夫人找您过去 有事问您 去告诉母亲 云郡王殿下来了 让于是多准备一席 单独一席 是 老奴明白 本王稍稍坐坐就走 一会儿 皇上还有事情 找本王商议 是 是 下官明白 太夫人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了 人老了 精气神就不足了 影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 你让人去看过了吗 老奴让人去看过了 说四小姐之前 差点晕倒了 这会儿 已经在休息 没什么大事了 这孩子生来体弱 锦王怎么还没过去 锦王再不过去 一会儿时间可能就够不上了 去问问三小姐怎么回事 海姑姑 过来找人了 对 那边急得不强 让奴婢过来找了 再等一会儿 可那边等不了了 让奴婢快一点 绍绍拖一下 马上好 曲大人 贵府请得西班子不错 过几日 让他们到本王的府里 来唱一台戏 王爷 这是下官 做不了主啊 他们这班子 一直在太子府上的 想不想接 也不是下官说了算的 难不成 本王还不如曲大人不成 曲大人一会儿 跟他们班主说说 至于成不成的 本王不在意 是 是 下官一定吵话 她就在前面不远处 是的 就在前面 过去看看 大姐跟着一个婆子走了 没听说过 曲侍郎府里 有谁跟大姐交好 走 我也去看看 二嫂姐 这里是曲侍郎府 您还是别跟去了 这么无聊 去看看也好 我的这位好大姐 可不是什么安分的 母亲让她 嫁给我的表哥 看她的意思 是不愿意了 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 一个破落户 还能要求什么 二小姐 还是不要了吧 她 二小姐 你是我的丫鬟 还是段玉香的丫鬟 吃里爬外的东西 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这样的话 我仗毙了你 早听说这位段儿小姐 是个凶狠的 现在到了别家府上 居然还不知道收敛 这若是哪家娶了这一位 还真是家宅不宁啊 段大小姐 奴婢现在就去把四小姐 身边的宇春叫过来 您自己问她 四小姐这会儿在休息 恐怕不能打扰 好 有劳嬷嬷了 段大小姐可别走开啊 来 你跟我过来 哦 什么事 哦 你看到前面那处院子没有 那里是放点心和茶水的地方 你去取一些过来 给段大小姐 今天段大小姐上门是客人 若是怠慢了你们小姐 夫人会斥责我等的 那里不远 过去就是了 很快的 如果真的让我嫁给继母那个侄子 我真的不如死了算了 哟 还哭上了 这真当这里是自家府上啊 二妹怎么过来了 怎么 大姐能来 我就不能来了 这里的环境这么好 而且还背着人 大姐 莫不是来找什么人素中情的 二妹 你胡说什么 我是不是胡说 大姐不知道吗 难不成大姐有了大姐夫 都不让当妹妹的看看啊 我倒要看看 既然看不上我表哥 眼下看上的 又是哪家的破烂货 二妹妹 这是闺中女子该说的话吗 大姐做都做了 我又怎么说不到 帮大小姐 我们四小姐请您过去 好 我马上就来 你们四小姐 怎么不请我一起过去 这位小姐 你是谁 我们四小姐 为什么一定要请你 你是哪家大人俯身的小姐 如此不识礼数 不过是一个眼下的 前妻生的丑丫头罢了 还真以为自己是取福的宝 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 居然被个瞎丫头派来的丫鬟给震住了 我就应当追过去 难不成 曲莫颖还敢对我说不不成 跟段玉香一样 不过是一个没用的罢了 救命 救命 是不是有人呼救 我去看看 殿下 我们去看看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 有人在呼救啊 好 怎么回事 奴婢们也不知道 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这位小姐 调到狐狸去了 丫鬟大声地叫 奴婢们怕出事 也跟着呼救 已经有一位公子 去救狐狸的小姐了 是端二小姐 是端二小姐 居然是她 二妹妹 你 你怎么调狐狸去了 这 莫不是锦王要选这位 曲桥姐为正妃了 许世子 救了人 到丫鬟呼救的声音 才跳了下去 幸好人没事 许世子 这位就是名声极好的许世子 那可真是太好了 郑曲莫也不请我 现在好了 她的这个未婚妇 就是我的了 真是太好了 幸好我不小心掉下狐狸 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亲事 之前也有声能提亲的 就没有一个比永宁猴世子好的 快把段二小姐和许世子 行过去换衣裳 这天气虽然转暖 总是不能太耽误了 不是说段大小姐吗 怎么来了段二小姐 至少这件事上面没有出坯了 女儿进锦王府成为锦王妃 是肯定的了 锦王竟然带着秋燕出现在众人面前 也是认同了这件事的 果然 最近让女儿调的锦王是没错的 以前锦王可没这么直白过 这以后谁都知道 女儿和锦王的事了 这事就算是十成八了 至于轻梦的事情 我也没办法 引得锦王和女儿意外出现在众人面前 今天这事就算是成了 侄女再好 毕竟也是侄女 以后我多帮衬着侄女就是了 有女儿这个未来锦王妃在里面 段辅上这个锦妻生的女儿 就算破烂一些 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 听闻这位自小 就在城外庄子里养着 我又怎么可能见 分下 我们回去吧 这位是曲四小姐 看着眼睛似乎也没怎么中 居然也能看着走路过来 不是说 眼睛瞎了吗 之前母亲让人给她看过眼睛 已经好了一些了 不过虽然看着还行 但眼睛还是伤得很厉害 样子看起来 所以眼纱一直负着 刘大小姐那里又是什么情况 莫如 明天打发太医去刘府帮着看看 府国将军为国为民 她唯一的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情 让宫里的太医看看 也是正常 用丫头的眼睛什么时候全好 祖母 就要好了 现在再适应一段时日 太阳太大的时候 不能直视 很不舒服 那就好 那就好 本就不是良配 原本就要让你父亲上门的 眼下却也是正巧了 是 祖母 影丫头的眼睛既然要好了 这以后都会好起来 祖母其实并不担心你 德容 严功 你无一缺的 插的就是喜欢清静的环境 祖母 我以后不回庄子里 就陪着祖母 那就好 那就好 哎呀 这蛋卷的扮相 可真是漂亮啊 听闻这位女蛋 自身长得也是倾国倾城啊 我也听说过了 听说还难请得很 上一次去请的时候 说什么身体不适 又是太子 马上要让他们排一出新戏了什么的 不过是一个戏班子罢了 还真把一个戏班子当什么了 要不要见见这位女蛋 好啊 我倒是要看看 这位女蛋 有什么出色的地方 听说叫什么鸣仙啊 是吧 骆大夫人 能不能让这个蛋卷 鸣仙过来呀 她唱得很好 正巧啊 我们这里想赏她一下 见过诸位夫人 小姐 你就是鸣仙啊 正是 哟 听闻鸣仙是喜福班的台柱子了 喜福班又不愿意多接戏 不知道贵班子 是拿什么养活自家班子里的人的 喜福班也接戏的 只是太子殿下 有时候会让班子里的人排戏 少了外面接戏的时间 太子妃身体不适 太子殿下极爱中太子妃娘娘 又哪有那么多的时间 一直让你们排戏 唉 太子妃的身体 不知道怎么样了 以前看到太子妃的时候 她的身体 一向是不错的 可不是 太子妃怎么一下子就病了 而且还听说 病得很重 纪大小姐也进东宫去了 不是纪大小姐 现在是纪侧妃 纪侧妃 可真是去到好时候啊 宁仙儿 你也在东宫 可知太子妃的身体如何了 我只是暂聚在东宫边上 并不知东宫之事 你没见过太子殿下 只远远地见过殿下 太子妃病重的时候 居然还让这个名仙儿去排什么戏 可见太子对名仙儿的爱重啊 这反过来也说明 太子对太子妃 其实不怎么上心的吧 听闻太子妃病重 太子自己也跟着急病了 莫不是都是假的 都是太子孤民钓狱的说法 太子果然不如传闻中的时程 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说的就是眼下这位东宫太子殿下吧 来人 少 听闻一会儿还有一场戏 却不是名仙儿的 不知道能不能再唱一唱 许多夫人都觉得听不过瘾 是 眼下我什么也不是 当然不能明面上聚了这些夫人们 等以后 等以后也得让这些高高在上的夫人们 跪在我面前 您老板请等一下 何事 您老板请 我们小姐有话问你 你们小姐是 您老板 请 见过曲四小姐 你可见过我表姐 曲四小姐的表姐 可是太子妃 太子妃的身体很不好 恐怕 时日不多了 整嘴 这 曲四小姐 你这是何意 一个戏子 只能 一个戏子 只能敢咒我表姐 你觉得是何意 曲四小姐可知道 我是太子府的人 是太子府的人 还是太子的人 跟我有什么关系 曲四小姐既然知道 我是太子的人 也敢伸手 你既然承认 那就好 随我去见祖母 你对祖母 也说说你方才的话 曲四小姐 你是不是傻呀 我为什么要对 太夫人说这样的话 这里又没有其他人 曲四小姐说什么 也不会有人信 倒是太子殿下 知道曲四小姐 逼迫于我 必然不会放过 曲四小姐的 长嘴 是 想呢 太子妃身体不适 太子殿下 把你养在府里 已是不合规矩 我借着表姐的名头 把你赶出府 又如何 说起来 你不过就是一个戏子罢了 骄横的还以为 你是未来的太子妃不成 我若是你 就得想想这以后 公公的主人 不管是谁 都不会容得下你 太子 太子是真心喜欢你吗 我听闻太子妃 才是太子所爱 这所爱的落得如此下场 你呢 若是能想通 可以来找我 我想知道表姐的病情 若是想不通 好日子 也不过一年罢了 去叫个细班子的人过来 把明星二代走 是 小姐 明老板 明老板 我在这里 明老板 你 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是一个丫鬟 说看到你在这里 好像还跟人起了争执 所以说 这位曲四小姐 还真不怕我闹该事情 没事 我们走吧 这事情过去没几天 曲府就跟永宁侯府退了清 另外和段府结上了清 于清梦一喜小叫 被抬进了永宁侯府 成了许黎鹏的一个妾室 祖母 要去大碑寺吃斋 对 就是去吃吃斋 顺便也散散心 散什么心 又不是心情不好 就是天色好啊 去赏赏景 是 是是 是媳妇说错了 尹丫头啊 这次太夫人带着你和燕丫头去 两个人住个几天商商景 大辈子后面的桃林很有名的 一切 单凭祖母吩咐 尹丫头啊 那你先去整理一下衣物 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 四妹妹 四妹妹 想让四妹妹帮帮忙 我的行李太多了 想准备的也太多了 如果一起拿去 怕祖母会说我 能不能麻烦四妹妹 替我拿一个小包裹 就一个小的包裹 一件穿的衣裳 四妹妹可好 三姐的衣裳 若是放在我这里 被祖母知道 我也会被责罚的 这 这真的只是一件衣裳 并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说我不说 祖母不会知道的 如果祖母问起来 你只说是你的就是了 三姐 请回吧 有东西 让祖母带就是了 哎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不过是戴一件衣裳而已吗 真是给脸不要脸 如果不是母亲 让我压制着脾气 我眼下哪里 会把曲墨影放在眼中 怎么了 那瞎丫头不同意 是啊 居然敢拒绝我 这个贱丫头 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了 连亲都被退了 还有脸 照我说 就得按照父亲说的 让这个丫头去家庙守着 从此之后 清灯古佛 再也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母亲 这个贱丫头 有什么难对付的 还要让我拉下脸去求她 也不看看她配不配 她若是不愿意 也不是没办法的 大房那两个 这次不是也要去吗 让曲彩月拿给她就是了 对 让她 四个人两辆车 曲墨影有什么资格 跟你同车 跟个数女挤着最合适 一个下件胚子 还真以为是这府里 真正的小姐不成 祖母 会不会不同意啊 你放心吧 你祖母不同意也不行 见过二夫人 祖母怎么了 太夫人身体不适 昨天晚上惹了些风寒 那今天不去了 爸 也不是很厉害 你祖母正在起 方才传话让我们等着 一会儿还是要去的 太夫人 要不要叫四小姐过来 不用了 我病了 也别把病气传给她 是 那劳奴去安排 二夫人 太夫人身体不适 就不让其他小姐过来了 两辆马车 正巧四位小姐 五嬷嬷放心 我会去安排的 你先上去 侍候太夫人吧 四妹妹 有去看过 大卑斯的桃灵吗 没有 那可真是可惜了 祖母病了 祖母这是老毛病的 我爱的 休息几天就好了 祖母这是什么老毛病 就是身体不好 偶尔会犯的老毛病 说不得是什么 好像是说心计不能急 不能上火 不能动怒生气 可能祖母因为 你的事情生气了 好生生的轻视 就这么没了 这以后上哪里 去找这么好的轻视啊 二小姐 我们小姐累了 想休息会儿 啊 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 我跟你们四小姐是姐妹 一路上说说话怎么了 二姐若是想说 可去前面的车子 四妹妹 你这个丫鬟可厉害了 竟然敢管主子的闲事 护主心切 五妹妹的包裹挺大的 放了什么东西 可否让我看看 二小姐 您把我们小姐的包裹 弄散干什么 二姐有事 四妹妹 我就看看你有什么东西 如果缺什么 我还可以帮你补上 怎么到你这里 好心就没有好报了 就你这样的 还有什么好东西啊 多谢二姐的好意 我不缺什么 怎么会不缺 就这么点医生 听说我们这次 住的时间不少 而且祖母现在还病了 上山之后 必然会多休养一段时间 你这几件衣裳怎么够啊 正巧 我多带了几件 就好心送给你一件吧 方才我就是想看看 四妹妹的包裹里 衣服够不够 如果有做不到的地方 还请四妹妹原谅 多谢二姐 发现了什么吗 没发现什么 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 就像是小姐穿的那种 比我的衣裳好 差异在什么地方 你可看清楚了 料子似乎比小姐的 几件好一些 但并不明显 颜色比小姐习惯用得鲜艳一些 还有针脚和绣纹 这样的针脚和绣纹 不像是我们府里的 针线坊做出来的 何意见得 府里的针脚和绣纹 奴婢是见过的 不只是小姐 还有三小姐的 都没有绣得那么精致的 倒像是奴婢以前 见到过的 华医院的衣裳的 绣纹和针脚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我们也有些衣裳 就是那边制的 所以说 这衣裳是画医院的 看这样子 还是时下的新的款式 曲彩月往我包裹里塞干什么 就算是她 恐怕也难得有这么一件吧 怎么就自己不留着 一定要塞给我 若说这里面没猫腻 还真的不可能 或者说 于氏和曲秋燕 想干什么 小姐 不管那边想干什么 这衣裳是还给了曲儿小姐 奴婢方才看了 她那个大包裹里面 大大小小的包裹不少 这一时半会儿的 必然不会发现 他们去哪了 二小姐说看到一个好的 拉着大小姐出去看了 三小姐也跟着走了 往那边过去了 过去了没多久 就不见了人影 可这倒是挤到哪里去了 要不要奴婢去找找 不用理他们 我们看自己的就好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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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我没事 娘娘 您看这里的风筝真漂亮 您要不要挑几件 哎呀 对呀 对呀 娘娘 您选几件 一会儿奴婢们拿去放 拿过来 给我们娘娘看看 我们小姐先拿到的 我们娘娘要看看 还不拿过来 这个风筝不错 我们娘娘要了 这是我们小姐先看中的 我们娘娘看中 也是你们的福气 难不成你 还敢从我们娘娘手里 要不成 你这位小姐 莫不是娶侍郎府的四小姐 正是 原来还真是的 还以为是我想错了 你是太子妃的表妹 我是太子妃的堂姐 我以前听太子妃说起过你 听说你一直住在庄子里 如今倒是好了 居然回了京 你表姐知道 一定会高兴的 从太子妃那里说起 我们两个也是亲戚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可以叫我医生表姐的 见过错妃娘娘 果然是养在庄子里的 看这样子 连点礼数也没有 表妹 你也是来大卑司进乡的 几个人来的 和祖母 姐姐们一起来的 表姐也住在那里 如果有时间啊 就过来玩 我这会儿还有事 先走了 季寒月死就死了 死了也不让我安生 太子还让我来 大卑司念网生经 我巴不得 季寒月死了 就永不超生才好 念什么网生经 原本我还在想着 怎么靠近季优然 季优然自己撞上门来了 那可正好 这位小娘子 看起来是在等人呢 却不知道 是在等谁呢 必然是私会情郎 也不知道 是哪家的情郎 这个时候还没有过来 小娘子长得不错 就是一个瞎子 不好 实在不好 瞎 瞎子怕什么 长得还算可以就行了 放肆 哪里来的人 居然敢当街 调戏梁家妇女 曲四小姐 有礼了 你是 方才这位姑娘和曲四小姐说话的时候 我正巧听了 也因此知道了曲四小姐的身份 曲四小姐 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有什么事吗 能否借一步 是 是永宁侯府的一些事情 在下 跟永宁侯世子 连永宁侯府的话题 也不能引起她的注意 害得 于小姐不得不为切 还害得 许立鹏竟然是以这样的结果收场 娶了那么一个母业差 亏 实在是亏呀 看着就不是一个好的 我好心好意跟她说事 而且方才还救了她一次 没得到她的感激也就算了 居然还把我这么一个救命恩人给落下了 怎么才一个人回来了 其他几个人呢 温大姐他们失散了 看着时间不早就先回来了 失散了就失散了 下次祖母带着你去 好 还是祖母带着我去的好 有祖母在 我也不会失散了 我不是 这里面另有悬疑 你三位姐姐 全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不见了 在一个摊位上看风筝 看得好好的 大家说一起要买的 等我挑好了转过头 就一起不见了 祖母不碍事的 可能是几个姐姐正强有事 不过也幸好 我还记得回来的路 有什么事 不能跟你说一声就走 大孙女看着是个稳重的 没想到居然也这么不靠谱 把小孙女扔在一边 仔细跑哪里去都不知道 太夫人 大小姐 二小姐 三小姐都回来了 让他们进来 四妹妹 原来你已经回来了 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害得我们找了这么久 你们找我 对啊 习个转身 我们去对面的糖果摊位 买点糖果 回来你就不见了 你怎么能走开呢 这让我们怎么找啊 幸好看到一位公子 说你似乎 往山门的方向走的 不然啊 我们得找到什么时候 三位姐姐 去了对面的摊位吗 可我记得对面 不是什么糖果摊位 而且我之前也找过 没看到三位姐姐 去了对面 新丫头 你们去了哪里 祖母 我们真的就在糖果子处 我摸摸 把二小姐带下去 让她去院子里跪着 新丫头 说吧 祖母 我们是真的要去买点糖 就是 就是离风筝摊位远了点 没想到四妹妹会离开 四妹妹 方才的确是我不对 没想到四妹妹 第一次出来 人生地不熟的 会慌 谁提议的 祖母 不是谁提议的 大家就说起了这里的糖 说比府里的还好吃 然后 然后就一起过去了 严丫头 你来说 好 好像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大家都这么说的 真的不知道是谁的错 祖母 我真的是不知道 当时大家都在说 想不起来是谁说的 可能是我 也可能是大姐 祖母 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 以后一定会护着四妹妹 若是祖母想罚 就罚我吧 我最大 带着妹妹们出去 却让四妹妹失散了 小姐 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位年轻的公子 方才居然遇到了奴婢 什么地方 一而在 很巧 就是方才 奴婢方才从吴嬷嬷出来的时候 看到那边有人 奴婢看着就是那位公子 身边只搁了一个小厮 看着很是鬼祟 你看到她的位置 是在我们这里 还是在另一边 在我们这边 远远地看着这边 不知道这会儿过来没有 小姐 要不要奴婢去看看 再乱清楚 她跟着我们过来是什么意思 不用去 你若去了 必然会让人认为 是我让你去的 那眼下怎么办啊 任她这么看着吗 先等等再说 这事 现在还落不到我头上 极硬事情 算计得这么周详 于是有这么大的本事不成 你认识方才这位娘娘吗 奴婢没见过 但听说过 听说 她跟太子妃是堂姐妹 跟太子也是相熟得很 这一次借着太子妃 病重的事情 进到东宫 恐怕也不止是为了照顾太子妃 可以见得 小姐 这些所谓的照顾生病的姐姐的事情 奴才觉得 都不是真的 听说太子妃娘娘变得很重 这时候的确需要有人照顾 但身边那么多人 难道照顾不过来 还偏偏要一个堂姐进府去照顾 看这位侧妃娘娘的样子 也不像是真心会照顾人的 否则这个时候 哪里还会跑这么远 你觉得 她到大卑寺来干什么 奴婢觉得 必然是借着给太子妃 祈福什么的由头 上山来游玩来了 所以 太子也会来 应当会来的吧 否则这位侧妃娘娘 也不敢出来 再怎么着 她也是以照顾太子妃娘娘的身份 进东宫的 听说 当时的和贵妃 以前也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元后 才进的宫的 后来元后没了 和贵妃倒是剩下了锦王 你去门口看着 一会儿如果有人闹过来 就把他们带过来 大姐 到我那里坐坐吧 我带来了一些好的茶过来 祖母说她年纪大了 不喜欢喝这些 正好我们可以喝啊 我不用了 我有些累 方才的确是我不好 没看住四妹妹 惹出这些事来 让祖母不高兴 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她自己长了脚的 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祖母实在是太偏心了 大姐 一起过来坐坐吧 等晚上的时候吧 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过来找你们 大姐 当晚上得什么时候啊 往年都是祖母带着我们 三个一起过来的 这次多了一个 幸好她走了 也不是我们不让她去 就算祖母一会儿问起来 也不是我们的错 大姐 你就放心吧 这事怨不到你头上 这 总不太好吧 四妹妹第一次跟着祖母上山 大姐是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了 既然如此 二姐姐 我们走吧 小姐 您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有些头疼 小姐 您先去休息 毕业货掌 吴莫莫要一些药 之前看吴莫莫 带了一些药材上来 你是哪家府上的丫鬟 来干什么 我 我走错了 走错地方了 抓住她 你们放开我 我 我 我就是走错地方了 我以为 我以为这是我们公子的院子 方才 你明明说是三小姐让你过来的 去请三小姐过来 三小姐 这丫头说是您派来的 你看看 认不认识 吴莫莫 我身边的丫鬟带来的就那么几个 都是吴莫莫认识的 眼前这个 我不知道是谁 你说 是我们三小姐派你来的 我 我不认识你们三小姐 我 我是我们三小姐 我是你们家的三小姐 方才你说的是你们公子 怎么一会儿 又变成了你们三小姐了 说说 你到底是哪家府上的 如果说的不对 就直接送官查办吧 冰曲太夫人 奴婢是 是来找你们府上的四小姐的 并不是有疑冒犯你 以为这是四小姐的院子 才 才进来的 没想到走错了院子 还请太夫人原谅 你 知道我们是曲府的 说吧 你是哪家府上的 居然盯上了我们府上 太夫人 奴婢是 奴婢是我们二公子的 压怀 我们 二公子有事情 我 曲线小姐 你们二公子是哪一位 就 就是 凤阳不复的二 二公子 那个 那个名声不太好 专门勾搭世家千金的 前二公子 祖母 她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她 看上了四妹妹 胡说什么 你四妹妹都没见过外男 我们二公子 跟曲纱小姐情能一合 方才 还送了礼物给曲纱小姐 就在集市上 曲纱小姐 还收了我们二公子的礼物 不只是我们二公子有衣 曲纱小姐也是的 太夫人若是不信 可以去曲纱小姐那里 找我们公子的礼物 那里面 还有我们公子的一枚信物 是什么东西 集市上 就是方才了 是什么东西啊 是 是我们公子 送给曲纱小姐的一件衣裳 还有一对耳坠 真是岂有此理 祖母 我现在就去找四妹 让她把这个东西 还给颜二公子 这 这怎么 哎呀 怎么能这个样子呢 走 我们去看看 三妹妹 你等等我 先别过去 就算颜二公子 和四妹妹与人有私 你这个时候再拿回去 也没什么用啊 二姐姐 你胡说什么 就算是四妹妹 收了别的男子 送的衣裳和耳坠 也可能是一个误会啊 是我弄错了 是我说错了 四妹妹 我们有事找你 进去说话可好 三姐姐 你有什么话 就在这里说吧 我是无不可对人言 若是进去说了 怕是会让人觉得心虚的 四妹妹 你 你怎么可以收人东西啊 而且还是一个 一个别的人的 二姐姐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 你 你不知羞耻 二姐 你说说看 我有什么地方不知羞耻 让你跟三姐姐 怒冲冲地来找我了 四妹妹 可敢让二姐姐查查看 你带来的东西里 有什么东西 是不属于你的吗 好 那就请二姐姐进去看吧 三姐姐 和我一起等在门外 可好 正当如此 四妹能自证清白 是最好的了 去看看二姐姐找到没有 怎么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证据吗 二小姐 三小姐和四小姐 让你出去 二小姐今天是来闹事的吧 是故意来发 我们小姐的医师的 还是想从我们小姐这里 拿些什么回去 放肆 原本好好的衣裳包裹 怎么不见了 二小姐 请吧 太夫人就要来了 若是知道二小姐 在里面翻看 我们小姐的包裹 而且还一无所获的话 太夫人 您别急 您别急呀 祖母 我没事 您放心 不是我 祖母 我让人在院门处说 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 影丫头 跟你没关系 祖母放心 我才回京没几天 哪里又见过什么外男 二姐姐 可有找到什么东西 你胡说什么 我也没有胡说 二姐姐最是清楚 方才什么证据也没的时候 二姐姐就在外面大声地嚷嚷 说我跟男人有私 听说要找证据 立时跑进去翻 我里面的东西 应当被翻了个底朝天了吧 二姐 可看到什么 我就随便看看 原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事情 眼底下居然没了证据 随便看看 二姐姐若不心虚 可敢让吴某某 去你那里随便看看 有 有什么不敢的 吴某某若是想去看 就去看吧 吴某某 你的看看可好 也免得二姐 找个莫须有的事情 强按在我头上 你去看看吧 这个包裹 还是我放进 曲墨影的包裹里的 眼下这个时候 怎么会在我这里 说 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 我 我不知道 祖母 我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 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这样 这衣裳难道不应当 在曲墨影的包裹里吗 这是华医院的衣裳吧 我不记得你最近 有什么衣裳 是从华医院买的 府里给你们配置的衣裳里 也没有华医院的 那就是你自己买的 祖母 是我 是我自己的 这儿准呢 这 这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 之前我跟四妹妹 坐同一辆马车 四妹妹 是四妹妹 你轰说什么 祖母 真的是四妹妹的 我真的不知道 四妹妹什么时候 塞进我衣裳的包裹里来的 二姐 你说这耳坠 是我的 自然是四妹妹的 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耳坠 今天回来 也就是把包裹和四妹妹的 混在一起 一人 是四妹妹的耳坠 掉入到我的包裹里的 据说 花医院的新衣裳 上市的时候 售出的衣裳 都是有记录的 看这衣裳 款式很新 应当是今年的新款了 查一下就知道 是谁买的 至于说这耳坠 我就更不知道了 我在庄子里的事情 庄头应当都知道 连许世子都没见过 更别提其他的外难 回到府里这几天 也没见过外难 祖母 查一下这衣裳 和耳坠的由来吧 相信都是有标志的东西 很好查的 去 把颜二公子请过来 见过娶太夫人 颜二公子 正是 不知道太夫人 找在下可有什么事情 你就是颜二公子是吧 这些东西 是颜二公子的吗 的确是我的 颜二公子 把这些东西 送给二姐干什么 什么收送的 二姐往日都不出府门 颜二公子 哪里能送到 二姐的手中 送给曲才月的 分明就是要送到 曲莫影的手中 难不成这事办砸了 这事 我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 下人误会了 误会了 是什么意思 这衣装和尔坠的确是我的 可我也没有让人送给贵府的二小姐啊 就是 送给了其他的小姐 下人送错了 送给其他小姐了 不知道是哪家的 为什么贵府的下人 到祖母的院子 说是找我的 颜二公子 说说吧 这事儿 太夫人还真不好说呀 原本跟人约好了的 也让人送了东西过来 说是住进了这里 就特意过来看看 后来又说是 曲府的 分明和之前的不一样 就让小丫鬟 随意地打了一位小姐的名号 进来看看 是不是弄错了 没想到 居然用到了曲四小姐的名号 实在是抱歉啊 至于这些礼物具体要送给谁 还请太夫人名剑 我 我真的不能坏了人家小姐的名声啊 既然是颜二公子送错了礼 还请颜二公子带回去 这以后 也请颜二公子离二丫头远一些 是是是 一定 一定 还不跪下 祖母 祖母我不知道哪里错了 惹得祖母动怒 好啊 好一个姐妹情深 于是真是交得好女儿 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不是觉得这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府里上上下下主事的是你娘 如果还有谁可以把衣装偷偷送进来 除了你娘还有谁 祖母 祖母 这事真的跟母亲没有关系的 二姐姐是东府的人 有什么事情也是大伯母在看着 母亲什么也不知道的呀 祖母 二姐姐自己行为不检点 这 这难道也要怪我娘和我吗 彩月向来跟着你 对你也是言听计从 什么事情都以你为意 你大伯母平日里虽然也管事 但是绝不可能放任她如此 她的名声坏了 你大姐的名声就能好吗 往身里说 同为曲侍女 你的名声就很好吗 二姐姐是东府的 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啊 祖母 二姐姐一直在东府 虽然每次过来的时候 都会跟我一起 但我二姐又不会跟我说什么 毕竟 她跟大姐才是亲姐妹 今天的事情 她在东府发生的 我在西府 又怎么会知道啊 祖母觉得二姐会跟我说吗 我更没有想到 二姐姐会把事情 推到四妹的身上 难道我错怪你和你娘了吗 祖母 我娘对二姐也一向很好的 你娘对二丫头这么好 祖母若是不信 就去问问二姐姐 问问她 我母亲是不是对她特别的好 莫不是这事 曲秋燕真的不知道 是于是帮着曲秋月签的馅 但又瞒着曲秋燕的 起来说话 秋燕 不管你母亲是怎么想的 你跟影丫头是亲姐妹 是最亲的姐妹 以后两个人相互扶持才是 绝不能让人看了笑话去 影丫头不好了 你也没什么好名声可以得 不要跟你母亲那么短视 连个女孩子都容不下 是 祖母 我一定会对她好的 祖母 那我先去看看四妹妹 去吧 姐妹原本就要相和一些 记住 四丫头是你的亲妹妹 若论起身份 她才是你父亲的嫡长女 是 祖母 我成为锦王妃的时候 就是踩这个老东西脸的时候 太夫人 要不要画一颗药丸呢 不用 原本就不多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小姐出去了 去哪儿了 小姐就去外面随便走走 散散心 什么时候走的 就是方才回来的时候 小姐走到院门口没进门 就离开的 去哪个方向了 奴婢也没看清楚 没用的贱丫头 去找颜二公子 小姐 怎么 不行 夫人吩咐过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您都不能直接插手 特别适合颜二公子那边 若是让人看到 您跟颜二公子有联系 锦王殿下那里 可能就难解释了 传消息给母亲 跟她说失败了 这事儿落到了瞿彩月 那个没用的蠢货身上 让她再想想办法 联系于其梦 是 奴婢一会儿 就找人去传信 你们王爷去了哪里 是锦王殿下 有事情我们爷过去了 锦王 他怎么也在这里 是来找我们王爷 打听您的事情的 找刘大小姐的 对 找的是刘大小姐 说是啊 上门数次 都以刘大小姐 不便见人为由 拒了 您爷 是想让刘大小姐 见见请王 也是这个意思 姬公公 刘大小姐会不会进京 四小姐放心 刘大小姐暂时不会进京 只是锦王不同 王爷的意思是 想四小姐 稍稍对锦王好一些 好 我明白了 既然明白了 那小姐请进去 换一套衣裳 免得一会儿让人发现 您之前的衣裳 穿得跟刘大小姐的一样 小姐 请个奴婢来 四小姐 这是春秀 以后啊 就是您的丫鬟了 会帮您处理 您不在时的一切事物 小姐 我们爷回来了 请您过去呢 不错 这样不错 现在就去吗 不急 可玉胜方才离开 总得有一会儿再去找你 四小姐 是个聪明人 应当明白 接下来如何说吧 我知道 你很聪明 而且还让本王觉得 似乎不像是一个 被遗弃在庄子里的 可怜女孩子 倒像是 那些大的世家 用尽心力 教养出来的 顶级世家先金 而且 还是将门之女 你就不怕 被裴玉胜发现 从此之后 连立足之地都没了 裴玉胜 可不简单呢 还有王爷在 本王有时候 也会去边境 到时候 可就没人能帮你了 若裴玉胜 执意要见 又如何 王爷去边境 刘大小姐 必然会相随 不会独自一人 留在京中 不错 的确是个聪明的 也很好 很符合本王的意愿 多谢王爷 秦海 带着刘大小姐过去吧 王爷 佳琪八百里送过来的 都不错 打过来了 是的 听说王爷不在 对面就打过来了 问王爷的意思 既然打过来了 杀过去就行了 杀一千个不行 就杀一万个 看看他们 还有几个人能杀 那 王爷要不要回去 回去 回去干什么 本王现在不急着回去 或者 不回去 什么 王爷不回去了 怎么 你要劝本王回去 不不不 怎么会呢 王爷能这么想 是最好的了 是属下们的福气 哎呀 这曲四小姐 可真是王爷的福星啊 这确定 是刘小姐在里面 是的 看到刘小姐进去了 说今天晚上 要在这里一晚 为刘大将军祈福 进去看看 小姐 这是为令尊祈福 父亲在沙场之上 难免刀兵相见 我在这里祈福 希望他以后 可以好 刘小姐真是孝顺呢 辅国将军 一定不会有事的 你放心 多谢殿下吉言 原本就应当是 辅国将军为国多年 一直镇守在边境 到如今一直威名远扬 刘小姐 当以辅国将军 自豪才是 大丈夫 当出生入死 头比从容 若本王不是王爷 也会去往边境 只有去过边境 才是真男儿 有血性的大丈夫 本王实在是 暗弱了一些呀 王爷实在是过谦了 王爷已经是 很好的了 比起辅国将军 实在是不如 本王对辅国将军 很是敬仰 只是辅国将军 一直不在境中 这次听闻刘小姐来境 本王实在激动 难免想见见刘小姐 希望刘小姐说一说 辅国将军的一些事情 我带父亲 多谢王爷的厚爱 啊 刘小姐客气了 副国将军 是我平日里 最尊敬的人 只是可惜啊 本王不能去边境 副国将军又不回京 错失了本王 见见副国将军的心思 多谢王爷 父亲会回京的 什么时候 不清楚 只是父亲说会回的 那可真是太好了 若刘小姐 什么时候得到 副国将军回京的消息 就先通知本王 可好 本王想到城外的 十里长提 去迎接副国将军 好 自当奉告 如果我娶了这位 刘小姐为正妃 她又有眼疾 自身条件不足 我也无需向 副国将军保证 多少时间 不纳侧妃之类的话 正妃进门 不久之后 侧妃也可以进门 警王殿下 终于找到您了 什么事 是我们王爷有事 想请您过去商议 现在 对 就是现在 听说是边境的事情 我们走 王爷深夜到此 可有何等急事 王爷找我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你胆子还真大 怕了有用吗 没用 那既然没用 那又何须怕 王爷若想杀我 也不需要大半夜地过来 只需让羽东动手 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把事情 推到警王的头上 你觉得 本王应当这么想 王爷不应当这么想吗 说说理由 我以前以刘大小姐的样子 见过警王 但如果王爷说 警王见的是我 也是有证据的吧 这个时候我出了事情 警王难逃干系 落在了王爷手中的警王 还不是王爷说了算的 你在害怕呀 莫营只是一个弱女子 若王爷真的这么想 我也无话可说 王爷 这种时候 我难道不应当怕吗 王爷 即便是在灯下 也请王爷保持风度 你很不错 多谢王爷夸奖 真的很不错 你应当生在轿门 而不是取之镇那个软祸 幸好 幸好不是 姐 我们去桃林看看吧 听说大碑寺的桃花 最为有名了 大姐 那是景玉县君吗 好像是的 三妹 我们还是到前面的亭子里 去休息吧 这里已经有人了 有人怕什么 我们也可以过去的 走吧 前面景之更好 哦 了姐 你看什么 看到一些脏东西 不喜欢 既然是脏东西 就不要看了 我们还是去摘些糖花吧 三妹妹 不管你以后如何 眼下她就是景玉县君 这身份比我们高了许多 可是 可是凭什么呀 就算父亲是她父亲的手下 她也不能这么对我 三姐 你先忍一忍 这以后还不都是你的 等你以后 就算是她见了你 也得行礼 到时候 你也可以晾着她 让她难堪的 所以说 方才刘景玉 看到我的目光这么冰冷 是因为和曲秋燕有过节 所以迁怒了 所以 这是情敌见面了 看起来景王的这个奇人之福 不一定能够享受得到 正是 测试都还没有进门 就已经开四了 我忍不下来 上次 那么多人 她居然 居然把水泼到我的身上 还说是不小心的 那么大一个人 她看不到吗 而且之前她还一直冷落我 故意说起 说起 说起曲墨颖的事情 如果不是这个瞎丫头 我怎会让人稀落 我才是景王喜欢的女子 才是景王的心上人 这刘景玉算什么 一个用外祖父的功劳 逃过来的宪君而已 是我以后成为的景王妃 她算什么 三妹妹 那边 快看那边 三妹妹 我们走 那边我们不能过去 为什么不能过去 景王在那里呢 三妹妹你快看 景王看到我们了 曲三小姐 听闻那一日你去曲府 就是因为她 既如此 去请他们过来吧 让王叔见笑了 这是母妃 为本王选的策世人选 是策妃还是树妃 许侍郎的官职 虽然小了一点 但看得出 你还是满意的 刘府不会说什么吧 刘府能说什么事情啊 本王正妃入门 就让策妃进门 也是常理 那是最好了 本王是怕你的 这位心上人 认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一个妾室生的庶女 虽然成了嫡女 你父皇 也不说什么 曲三小姐的生母 现在是曲二夫人 曲侍郎的正妻 面子上是这么说的 但还是不能掩盖 生母失德 以世家小姐的身份 和已婚男子有了私情 后来不得已当了妾 听闻这位夫人 进门的时候 就已经诸她暗结了 而当时怀着的 就是这位曲三小姐吧 太子应当很喜欢 挖这种事情吧 见过启王殿下 曲三小姐客气了 这 这 见过云郡王殿下 这 见过云郡王殿下 见过两位王爷 见 见过 殿 殿下 曲四郎府的三小姐 果然不懂寻常 往日看着曲秋燕 也算是能经大场面的人 眼下只是跟王叔一个照片 就丢这么大的仇 你们在这里玩赏吧 本王还有钥匙要走了 本王不耐烦 跟胆小的女子打交道 倒是曲四小姐 可以送送本王 郑小本王想问问 你母亲 当年的事情 这里是紫桃林 这里如何 紫色的桃花 不同于一般的桃花 极美 王爷的紫色桃花 是哪里来的 外族的品种 不太好养活 当有人血灌溉 幸好养在本王这儿 不算什么 王爷说笑了 本王没说笑 你没听说过 本王身边都是冤魂 无边无际 死在本王手上的人 错骨扬灰不说 连魂魄都逃不脱 王爷 这世上鬼魂并不可怕 可怕的 从来就是人心 王爷 人心才是最可怕的 说得不错 本王就把这株桃花 赐予你了 也的 多谢王爷 四妹妹 会不会有事啊 跟我们 有什么相关的 是 是她自己愿意走的 就算是祖母问起来 我们 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 王爷 曲三小姐 还是先下去吧 这时就只有本王在 若让人看到 好说不好听 殿下 曲三小姐 请吧 曲三小姐 您请 奴才带您下去 臣女告退 三妹妹 可能今天因为亭子高了一些 景王殿下怕人看到 对你不好 所以才让你先走的 大姐 真的是这样的吗 当然是真的 你想想 当日是在府里 看到的人都是交好的宾客 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 但眼下不同 这里有许多人 就像景玉宪君那样的小姐也在 景王是我的 刘景玉长得没有我好看 就算出身好一些 有什么用 我也不差的呀 曲莫颖 那个没用的瞎子的表姐 都能够当太子妃 我当个景王妃怎么了 你们先去走走吧 我一个人静静 三妹妹 我陪着你 你一个人走着 我不放心 不要你假好心 那三妹妹小心一些 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和大姐 我也想一个人走走 正巧我听说这寺里有紫色的桃花 却从来没有找到过 不如我去找找看 敌女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以后嫁一个好的 看他们这些敌女 还怎么在我面前显摆 曲三小姐 颜二公子 颜二公子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昨天的事情 昨天的事情 是说颜二公子跟二姐姐的事吗 祖母现在很生气 还请颜二公子以后 切莫再如此了 若是真的看中了我二姐 就上门提亲啊 别做这种私相授授的事情 大家都没体面的 这意思是她一无所知了 昨天的事情跟她没有关系 曲三小姐若是这么说 那我无话可说 就先告辞了 曲秋燕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品 那于清梦呢 甚至我一向相信的最无辜的好友呢 颜二公子 请等一下 曲三小姐什么也不知道 又说什么 颜二公子的事情 我其实是知道一点点的 但是现在却不明白了 颜二公子到底是钟情于我二姐 还是四妹 曲三小姐觉得是谁 就是谁 我觉得是四妹妹 毕竟四妹妹是父亲的嫡女 二姐姐却是伯父的庶女 况且四妹妹虽然是在庄子上长大的 但除了眼睛 其他的什么都不差 长得也比二姐姐好 曲四小姐真的有这么好 有您和世子 会退亲吗 那是许世子错过了 四妹妹的好 许世子会后悔的 或许眼下 世子就已经后悔了 祖母最疼爱四妹妹了 我们府里几个家起来 都没有四妹妹一个人得宠 许世子的事情吗 怎么说 那天的事情 其实也真是巧 怎么就那么巧呢 而且四妹妹当时也在场的 三小姐的意思是说 这事是曲四小姐设计的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 真不清楚 可能是四妹妹 也看不上许世子吧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阎二公子 若是看上四妹妹 阎二公子 若是看上四妹妹 就先要得到她的心 母亲怎么说 小姐 夫人说这事 您别插手 于小姐今天也过来大碑四了 于青梦也来了 她来干什么 眼下是个好机会 二夫人就让于小姐过来了 有什么事 也可以让于小姐直接出面 夫人的意思是 您绝对不可以自己出手 表姐是一个人来的 还是跟许世子一起来的 自然是一起来的 于小姐现在是永宁侯府的人 又和永宁侯世子 相来颇有情义 即便眼下只是一个妾室 也没关系 以后小姐的地位高了 永宁侯府 也会看在小姐的份上 拉于小姐一把 到时候 于小姐成了世子夫人 又可以相助小姐 回去告诉母亲 我知道怎么做了 也不会轻举妄动的 要说现在最讨厌曲莫影的 不应当是我的好表姐吗 想以雷霆万机 要了曲莫影的命 看起来是做不到了 那就细水慢流吧 来人 给四妹妹送几只珠花过去 小姐 怎么 四妹妹没有什么饰品袋 我这个当姐姐的 送几只珠花怎么了 小姐 不是最喜欢这几只珠花吗 只是几只珠花而已 她喜欢 全拿去又如何 若我想要 殿下难道还不给我 小姐对四小姐 真是太好了 我们是姐妹 当然要合一起 你赶紧送去吧 一会儿表姐来了 你也把她带过来 我们姐妹 有几天不见了 这位不是青莲姐姐吗 怎么有空上我们这里来 我们小姐 这四小姐没什么珠花带 特意地送来了几只 那可真要多谢三小姐了 跟我来吧 四小姐 我们小姐 见四小姐头上的事物特别少 就送了几只珠花给四小姐带的 并不是很贵 还望四小姐不要嫌弃 那就多谢你们小姐了 我们小姐说不必客气 都是自家姐妹 就算以前不了解的时候 有些误会 但姐妹 终究是姐妹 难不成 还能生分了不成啊 这里 就属四小姐 跟三小姐的关系 最亲近了 小姐 三小姐是什么意思啊 她 是来讲和的 害了小姐之后 来讨好讲和 不是 看起来 这接下来还会有后手 小姐 怎么说 来 有算计我的事情 我如果出了事 也查不到她的头上 毕竟 她现在对我很好 甚至还给我送了珠花 比起其他的几位姐姐来说 她已经做得很好了 小姐 要不要去盯着三小姐 上山的时候 奴婢把跟着奴婢的两个人 也带上了山 以保证小姐的安全 不必 曲秋燕不会做什么 她现在 想成为锦王妃 想当锦王妃 她的身份 还有些不够 就需要其他地方来补救 所言所行 更要是要求典范 否则何贵费那一关 她就过不了 她之前 不是也直接动手 对付过小姐吗 以前是以前 那个时候 她觉得可以一击 就把我拍死的 比拍死一个丫鬟还容易 不会惊起什么浪花 眼下 却知道不可能 就改了方向了 看起来 于是有新的传话过来 这接下来 曲秋燕 会对我好起来的 韩月 这珠花 是姑特意找了一位 上公义的女子做成的 上面的花瓣 还是姑自己剪的 做得不好 希望你不要嫌弃 以后若有机会 姑会自己给你设计 更多的饰品 让你以后 只带姑给你设计的饰品 多谢太子殿下 不过以后不要了 太子万成之躯 又岂能做这些事情 若是让人看到 就不好了 自来红袖有天香 眼下姑做了这朵珠花 也没什么 等以后 你嫁进东宫 姑为你做珠花 做耳垂 做簪子 而且还要做 贴合你名字的簪子 等百年之后 即便姑和你都不在了 有了这些 必然会让更多的人 传唱姑和你的故事 小姐 这朱花有什么不对啊 没什么不对 就是觉得隐熟 小姐 就是太子大婚前后 大婚前 还是大婚后 让奴婢想想 应当是在大婚前 没几天吧 大婚前的没几天 这所谓的为我独自 一个人做的公花 已经传开了 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我上一世该多下 才会被裴洛安所骗 若上一世的时候 我早早地知道这件事 必然会有所警惕 原来上一世的死局 是在那个时候 已经录了端下 而我 却偏偏一无所知 小姐 听说这个宫女 还是何贵妃身边的宫女 眼下三小姐的 这几只朱花 应当也是 建王送给她的 这朱花是何贵妃宫里的人 想出来的 对 就是何贵妃宫里的 小姐 怎么了 是裴洛安算计了我 还是别人算计了她和我 裴洛安和姬悠然 早早地在一起 这个精心制作的公花 她必然可以动手 这箱里有异味 可以让人昏睡 三小姐要害死小姐 很淡的味道 就算是被人发现 也可以说 是家里未宁神的 还真的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 就算是太医来查证 也查不出什么 三小姐到现在还没有死心 还想害小姐 我若不死 她和于氏 都不会甘心的 小姐 既然不能带 就收起来吧 不必了 就放在这里吧 关在盒子里不打紧的 放在庄台前 明显的地方 姐 我今天是代替夫人 来向曲四小姐表示歉意的 曲四小姐现在满意了 于姨娘 何出此言 你要退亲就退亲 又何必拿着我的事情说声 最后还陷害世子 居然让世子娶了那么一个 恶名昭著的女人 你怎么这么恶毒 于姨娘 你好歹也是大家小姐出身 和许世子勾搭在前 又和她当街拉拉扯扯 那个时候 许世子还没有退亲 你觉得这个样子 许世子 还会取你为正气吗 或者说 于小姐就没有想过 许世子那么爱惜羽毛的人 会为了于小姐 公然做出 有备于人伦的事情 曲摸影 你果然算计了我 算计了段儿小姐 谁算计了谁 于小姐 难道不清楚 又何必不认清事实 若许世子 真的对于于小姐 一往而情深 当初就应当早早地退亲 迎娶于小姐了 小梦影 你 于清梦 你是不是还没看清楚 自己的身份 以前 你也只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 靠着我们取福 才在京中的世家小姐中 排了号 而今 你就更什么也不是了 一个妾室姨娘 居然敢打 侍郎府的千金 哪来那么大的脸 小梦影 云姨娘请吧 你一个气势 云姨娘来找我们小姐 总是不太合适 知道的会说 云姨娘和我们小姐 有些情谊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永宁侯世子 让云姨娘来示威了 这退亲便退亲了 退了亲 错了的一方 还让个不上台面的 姨娘来羞辱我们小姐 永宁侯世子 会觉得丢人的 你这个贱丫头 怎么敢这么说 云姨娘想让 奴婢怎么说 奴婢就怎么说 眼下还是请 云姨娘回去吧 一个小小的妾室 又不是正式夫人 这样总是不太好 小姐 也请您过去 现在 对 现在 就以小姐 您现在的样子过去 裴元俊 居然是约我到这里相见 雨动 就在上面 对 就在上面 小姐 请 这上面 可以随便进去吗 你们听到了什么吗 奴婢没听到 好像有人 小姐 我们不上去 上去拖王爷的后腿 她是一个聪明的丫头 她还没有死 见过王爷 回去领二十边 多谢王爷 多谢王爷 也只是看在小姐的份上 留我一条命了 不怕 怕 既然怕 为什么不叫呢 叫了也还是怕 刺客不会因为我害怕 就不杀我的 现在可以叫了 现在 对 现在 多谢君王的帕子 都脏了 就这么还给本王啊 有刺客 有刺客 快来人啊 救命啊 方才叫嚷的是哪位小姐 是 是我 你是哪家府上的 我们小姐 是曲侍郎府的四小姐 曲四小姐 本王多谢了 一会儿自有谢礼挂了 能让云郡王 说这么感谢的话 这位曲四小姐的运气 可真好啊 如果换成是我就更好 除了皇宫里那几位 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云郡王会对谁送上谢礼 就这么呼救一下 都让这位曲四小姐 获得了云郡王的青睐 哼 怎么有这么大的好事啊 表姐 你等一下 这个贱丫头的存在 就是时刻提醒这世人 母亲曾经那段不堪的过往 这个贱丫头死了 才不会有人提起 表妹 世子是不是生气了 我去看看 表姐 这个时候去干什么 挨骂吗 我方才还看到了段二小姐 似乎段二小姐 追着许世子去了 若是发现你跟在 许世子的身边 以她的性子 可能当场就发作了你 那 那怎么办呀 段锦香这个人 听说麻烦无礼 我的事情听说他很不乐意 找个理由当场打我一对 也有可能 说是在人前受刺辱 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 只是 她什么时候来的 那不是因为世子的原因 能怎么办啊 一会儿再去看看吧 我方才看得也不是很清楚 说不定就看错了 我一会儿再过去 那事情准备得怎么样啊 什么时候对曲莫营动手 这事 也二公子说会帮我的 但是 会帮就快点动手 夜长梦多 到时候你就算是想动手 恐怕也不行了 我倒是没什么 她以后跟我关系也不大 但她跟你的关系很大 如果不是她 你现在应该是 永宁侯世子夫人 而不是一个 什么也不是的姨娘 我知道了 你 你上次说的公花 公花的事情 这公花的事情 你就别想了 表姐 不是我不相信你啊 实在是不敢相信你能成事的 所以多留了一个后手 这公花是锦王给我的 就算是出了事 也怪不到我的头上来 很好用 若太子贱了 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效果 表妹你放心 这一次是必行的 那就更好了 我也放心了 我先回去了 就不跟你这个姨娘同行了 影丫头 有没有事情 有没有伤到 祖母放心 我没事的 就是过去的时候 不小心遇到了刺客 就出来大叫了几声 其他什么也没干 你这孩子 怎么去那里走呢 那门一直是关着的 还上了锁 就不是一般人能进的 祖母 我不知道 我看那里门开着 就上去看看 没想到会遇到 幸好 幸好没什么大事 一会儿去找几座菩萨拜拜 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 哎呀 太夫人 您身体不好 还是以静养为主啊 我无碍的 就只是走走拜拜 没什么大关系的 祖母 真的没什么事的 您看 我这次这么大的事情 都没事 可见菩萨是护着我的 我还是不放心 你下午让你大姐陪着一起去 太子妃轰了 对 太子妃轰了 太夫人的意思 这几日府里 一应都用素食 夫人的身体不适 可请大夫看过 如果二夫人实在坚持不住 莫如 请东府的大夫人过来 帮着主事 我没事 就是方才稍稍有些不舒服 麻烦五摩摩去屏过太夫人 说我会尽力处理这些事情的 让她不必担心 五摩摩 我会吩咐好的 你去禀报太夫人吧 我马上就去布置 五摩摩 二爷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 哦 二爷这几天呀 恐怕都不回来了 说是公部的几位都去了太子府 替太子府主办一些事务 这几天呀 忙得很 好 我知道了 夫人 您怎么样 我没事 还好 你别担心 去把正仙坊的管事叫来 我要亲自吩咐 太子妃轰了 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 早就可以死了 老是不死不活地拖着 也累人不适 去太子府祭拜 的确照着曲莫颖的面上 就得去太子府祭拜 那就更需要好好地整支衣裳了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不用 那就太浪费了 在表姐 又是在太子妃的葬礼上面出事情 即便有太夫人护着 曲莫颖也只能以死谢罪了 小姐 您怎么了 小姐 您别伤心 太子妃的身体 听说早早的就不好了 之前一直也在调着命 眼下 小姐 您节哀 我没伤心 其实这死了 可比活着好多了 那是死了 裴洛安等得也太久了吧 眼下这个时候 算起来并不突兀 没想到我死都死了 还能替裴洛安证明清白 可以让裴洛安以我的死 洗刷他 我的死 果然是每一份都被裴洛安 利用得完全 没有一丝残渣留下 裴洛安 既悠然 既然我重生了 就是血债血还的时候 小姐 我为太子妃的亲表妹 应该可以亲自祭拜太子妃的吧 是可以的 不但小姐要去 取府满门 上下都一当去 只要和太子府扯上关系的人家 都一当去的 小姐是说 那边的母女 会对小姐不利 雨冬你一会儿出去 去大理寺少卿府上 问表哥 什么时候去祭拜 能不能跟祭府 一起去祭拜太子妃 院郡 真的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还真的没找到 过来的都是死士 最后就算是没死被抓住了 也一个个咬了毒囊死了 皇上不必在意 往日里 微臣也遇到过不少的刺客 现在没事就好了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 行不好好的查一查 大北寺里居然出现刺客 差一切有异常的人 这位云郡王 就是不能得罪的主啊 也不知道是谁 吃了雄心豹子蛋 敢去行刺这一位 见过贵妃娘娘 于尚书客气了 皇上可在休息 云郡王在里面 还在和皇上议事 既如此 我在廊下等一会儿就是 这事真的可休 殿下 眼下呀 也只能如此了 若是让皇上发现您 可就麻烦了 唉 殿下之前啊 还是太性极了一些 殿下 眼下也的确如此 云郡王此人恶眼滔天 殿下除恶不清 必有反事 太子妃在这个时候 没了 太子必然守在府中 没有人 再就此事怀疑您的 这种事 必然是出自皇家之手 如果不是您 那就可能是 景王 也有可能是魏王 甚至还可能是 太子妃出事了 那么灵安伯府呢 嗯 太子妃既然出了事 灵安伯也差不多时候了 就近的时间吧 啊 免得夜长梦多 这以后的灵安伯啊 可以让季府的二房成绩了 有侧妃娘娘在 这事以后啊 就算是过去了 殿下 继侧妃娘娘 替殿下送来一碗 她亲手做的点心 顾不饿 先下去吧 啊 既然殿下在忙 我就不打扰殿下了 一会儿殿下若是肚子饿了 你就把点心端进去 季悠然果然还是 那个十大体的女子 集合我的心意 千万几位先生说的 让灵安伯在最近一段时间 也去了吧 然后请指 定下侧妃的父亲 季永安 为新的灵安伯 如此甚好 对 就这样 殿下 这几日 灵安伯府 也要看紧了 可不能发生意外 那是自然 问问灵安伯府 什么时候来 祭拜太子妃 祭拜完之后 就传消息出去 灵安伯末 太子妃和灵安伯 两个都死了 那些事情 才能真正地埋下去 把所有的一切 都埋了下去 这以后再不是 心腹大患 只是可惜了 我这么多年的布置 而且还连累到 季寒月 这一切 都是季永明 这个布施台阶的东西 造成的 如果她乖乖地 把我要的交出来 我又何至于 做到现在这一步 这两位是谁啊 为什么会在 太子妃的灵前 这两位是 太子妃的表妹 帮着一起首领 太子妃 她九泉之下看到 也会放心的 太子妃 放心什么 太子妃在的时候 往往说起 曲四小姐 就寒悲不已 总觉得 曲四小姐可怜 眼下太子妃 虽然不在了 但曲四小姐 依然是姑的表妹 姑一定会帮着 太子妃 照顾居府的 像照顾 季大小姐那样照顾 我才是东宫太子 我才是中军 却被一个臣子 照顾 这都是因为 陪元君使我兵权 兵权 我一定要找我在首席 总有一日 我要让这个 逆臣贼子知道 君臣刚上 让他知道 我才是君 王叔 这是太子妃的灵前 还请慎言 太子妃的灵前 哼 忘记太子妃 是怎么没的呢 太子妃的确可怜 对殿下情深一片 最后却落得 这么个下场 倒是计策妃挺好的 又是替殿下 照顾太子妃 眼下太子妃没了 殿下这东宫 唯一的女主子了 太子妃可惜了 殿下伤心如此 就不必再出来迎客了 留在这儿 陪陪太子妃吧 外面的事情 本王替你安排就是 你把月少卿 给本王 麻烦王叔了 太子妃都如此了 我就怎么能不尽心呢 裴落安还真的 表现得这么情深义重 如果我不是亲身 经历了那样的惨事 怕是愿我自己也要信 这一对狗男女 叫了我的性命不说 父亲和妹妹 都惨死在他们手上 而道卿 居然一个个又想靠着我 搏一个重情重义的美名 太子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本王 先行一步 二弟 帮我招待一下王叔 是 不顾坐一下 怎么回事 东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姐方才就不舒服 一直在颤抖 东碧以为是小姐累了 就扶着小姐出来走走 没想到小姐 小姐 扶你们小姐 去边上的厢房 手 手上的肿了一片一片的 先扶过去 母亲说了 一会儿曲墨影会出事 让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就行 眼下曲墨影 这是出事了 不过 这跟我无关 只要不是有人过来喊我 我都当做不知道 反正 曲墨影是死是活 是丢脸还是出丑 都跟我无关 这位曲三小姐也是一个没眼力尽的 自己的妹妹出了事了 她居然还跪得住 曲三小姐 曲墨影眼下是我表示对姬寒月 不能忘情的一个重要的道具 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事了 太子妃能得太子殿下如此深情 也真是死得值了 如果太子殿下对我也这样 我会不会对太子殿下情深一片呢 眼下太子妃轰了 太子必然会重新迎娶 那是不是我也有机会了 太子 太子殿下 你是曲侍郎的三女儿 是的 家父正式公布侍郎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不好了 不好了 曲秋燕和我的事情 大多数人都知道 眼下裴洛案是什么意思 太子殿下 可是发现烧的值少了 曲四小姐方才突然之间晕过去了 故想让曲三小姐去看看 曲四小姐晕了 可要紧 臣女 臣女一直在灵堂 还没有时间去问四妹妹的事情 曲三小姐一直在灵堂陪着太子 连自己的亲妹妹的事情都顾不上管 真是可敬可配啊 长公主 不是臣女不去 实在是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 没传来消息 曲三小姐就不必去看了 还有什么比太子妃更重要的呢 长公主 臣女 放肆 太子妃的灵堂 切记喧哗 殿下 曲四郎的三小姐 不顾喧闹太子妃灵堂 是否该当法下去 法下去 好 来人 把曲三小姐拉下去 让她在院子外面跪着 凉快凉快 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 曲秋燕这个贱女人 往日里还一再地暗示我 表示我是她最心仪的男子 没想到居然 在太子妃的灵堂里 就敢做出勾引裴洛安的事情 还真当我是个死的 殿下救我 殿下 好了 既然都这样了 就带曲三小姐下去诊治吧 曲府的小姐身体都不太好 一个两个的 都晕过去了 来人 把曲三小姐带到曲四小姐处 一起诊治 二弟 这事 太子哥哥 本王知道不是太子的事情 都是本王没有眼力劲 你能这么想是最好的 哭这一声 心一何人你也知道 眼下方纵一试 却让顾亲和一见 大哥请节哀 太子妃也是为了大哥 若太子妃九泉之下 知道大哥这么伤心 也会跟着难过的 顾知道 可顾 顾此生再也没有心仪之人了 大哥 你是千金之趣 切不可如此 要好好休养才是 太子妃 并不愿意看到你如此 哭心里难过得紧 哎 若不是父皇 母后还需要奉扬 孤子身宁愿跟着她一起去了 大哥 父皇和母后知道你的孝心的 见过长公主 这是怎么了 突然之间肿了起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撞到了什么 还不请太医看看 看过了 说是过敏了 说是一种草的汁水 说是一种草的汁水 听拥造 借已